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快速驾车一座浮桥 保障车地顺利过江 确保重要物资以最快的速度收到前线 1.1公里的江面浮桥 是的 给我们的战士的时间是多少 车地触发后26分钟即到达江边 而且在浮桥驾车过程中 我们会不但给他们加压力 出难题 今天的挑战 周桥旅的2000多名战士 要在限定的26分钟内 在1100米的江面上 搭建完成一座浮桥 而运输车队将在26分钟后 准时开到江边并直接上桥 如果车队上桥 而浮桥还没最终搭建完成 即为挑战失败 我今天也有一位搭档在江上 就是我们的1.1 她现在正在我们的快艇上 我们来问一下她的情况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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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百克力 现在你在江面上什么情况 赵旅长 百克力你们好 我现在和咱们周桥旅的王副政委 乘坐快艇行驶在江面上 观众朋友大家好 江面非常的宽阔 长阳天险果然是明目虚传 这一边是江面的中心位置 水深30米 流速现在是两米每秒 江面上空空如也 让我对接下来的挑战 充满了好奇和期待 对 我们的官兵都隐蔽在江的两岸 一会儿挑战开始了以后你就知道了 让我来找找看他们在哪 洞一洞一洞一 我是洞六 我是洞六 浮桥驾设前准备完毕 浮桥驾设前准备完毕 资负开始驾设 运输车队 请报告你们情况 报告旅长 我方紧急物资已装载完毕 出发后26分钟 准时到来江边 请求渡车旅 保障车队顺利通过 按计划组织机动 收到 车队登车 我宣布实战演练 开始 浮桥驾设开始 车队出发 浮桥驾设开始 沿岸战桥分队 毛底分桥分队 开始三逗 车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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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车队大王 人人就位 我看到了 我们周乔吕的战士们突然出现了 这个真的叫冰贵神速 刚才我完全没有看到战士们的身影 我完全没有看到任何的船 但现在他们全部出现了 这个场景真是让我想到了 所谓的白隔蒸油 因为其实大家都在等信号弹发的那一刻 在1100米的江面上搭设一座浮桥 需要用到14个浮桥骨块 从左右两岸同时进行沿接 最终在江心河楼 两岸进度一致 才能保证浮桥按时搭建完成 挑战成功 第一艘向我们驶来的这个船 这个叫什么船 今天我们架设的千米浮桥 总共由门桥和站桥组成 站桥设置是浮桥架设的关键环节 指挥员要准确感知水流变化和站桥惯性 迅速找准时机放下跳板 使站桥的桥轴线 与标定好的桥轴线完全重复 实现精准靠岸 这对操作的精准度要求极高 因为如果站桥偏离几公分 浮桥大岛江中心 就可能偏离十几米 最终导致浮桥架设失败 指挥员站好 下口列下口列 车队还有24分钟到达三个地点 26分钟 在天险长江上架设一个1100米的富桥 可能吗 旅长 我们日复一日的训练 努力提高十大瓦水平 就是为了在战争或者灾难来临的那一刻 确保万无一失 因为每快一分钟甚至一秒钟 都可能挽救无数的生命 哪哪一到七号门桥 注意跟进啊 注意跟进 右岸的浮桥搭建 是今天挑战的关键 因为整个浮桥的中间 有12节门桥连接 除了中间比塞门桥外 右岸要比左岸多连接一个门桥 这就要求 右岸每个门桥的搭建时间更短 每个用时不能超过三分钟 如果超时 就有可能造成整个挑战失败 今天江面风大水急 所以给门桥驾驶员的操作增加了难度 门桥在闲接时将更加困难 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 浮桥能按时搭乘 挑战成功吗 去救灵待 小心 小心 阿姨 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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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一 岔田 十二十多分 稳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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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穿 跑掉了 下游来吧 下游来 我们下游来 心里很紧续 下游来 速度调整 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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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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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号门桥在连接时 因为受流速影响 没能一次到位 需要再次进行连接操作 搭建的时间很有可能会超时 他们还能挑战成功吗 报告局长 策略队还有23分钟 到达三球地点 动作 拍一点 离锁一点 一二 一二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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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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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二一 加油 加油 好了没有 二号门桥下桥前一见 一号门桥对接成功了 我能够看到江对面 也在快速地搭建 二十六分钟内 在一千一百米的江面上 搭建一座浮桥 这是一个积极庞大的工厂 它要求两千零战士 做到千人合一的莫及配合 任何一个环节的疏忽 都可能导致挑战失败 我能够是一千零战士 老师 快跑 好 老师 报告局长 策略队还有20分钟 到达三角地点 三号门桥传复下桥 自己引进 收到没有 收到没有 收到一点 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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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挂上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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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口了 下口了 大度 下轮了 一 二 二 手排人 一 二 三 好好好 站住 连接 好 现在我们的第二座门桥 已经连接上了 现在倒计时是18分31秒 这个时间算正常水平吗 这个时间相对于 过去我们训练来说 慢了大概将近20秒 但是我们的车队 在行军的过程当中 是不做任何停留的 又按二号门桥搭完之后 进度比预计时间慢了20多秒 这样留给后面四个门桥的搭建时间 也就变得更少了 他们还能按时完成浮桥搭建 挑战成功吗 慢了的话 整体的工程的进度 会受到很大的影响吗 它比较慢的话 后面的门桥将不断地靠近桥路线 如果它不加速 后面的门桥 只能在江中先等待 影响连接速度 就不可能在26分钟之内完成任务 这个是一个非常庞大而精密的一个工程 现在您的船晃得厉害吗 是的 明显能感觉到这个波浪会更加的汹涌 在我的快艇上无法站稳 这个门桥老稳不住吗 倒住 碰不住门桥 第三个门桥已经开始对接 战士们的行动非常的敏捷迅猛 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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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接 一二 四号门潮向潮水引进 空路户门潮 速度回航 四号人员开放 旅长现在的时间怎么样 现在战上的状态比较好 连击速度也比较快 追回了刚才损失的时间 太好了 现在是倒计时14分30秒 我们是在模拟啊 三十秒的炮火覆盖 我们离炸点特别近 明显感觉到枪边的震动特别大 模拟炮火覆盖 是对战士们操作机能的检验 更是对战士们的心理素质 更是对战士们的心理素质 处置突发情况的考验 他们只有在炮火覆盖之后的 有限时间内更加精准的操作 争分夺秒才能完成任务 战士们的挑战能成功吗 六号门条线 车出去引进 报告旅长 车队还有12分钟 到达双条地点 刚才炮戏阶段已损失三十多秒 现在必须加快作业 加以挽回 赵旅长 刚才这个信号带是什么意思啊 代表还剩十分钟 报告旅长 车队还有十分钟 到达双条地点 你搞这么大干什么 到呀 去看我们的 一 一 二 一 二 一 二 一 一 一 走 走 出 你 快 上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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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一个门桥是我们的 比赛门桥 比赛门桥是我们整个 下车扶桥的重点和难点 因为到江中间位置 尤其闭塞口流速会更大 而且风比较大 我们看到倒数第二颗扶桥 现在整个身子都已经歪了 我们现在正穿过 马上要合龙的门桥 是 向北岸 现在我们看到的7号门桥 就是最后准备B3的门桥 哇 那里的宽度已经非常的窄了 它要直接进种物的B3进去吗 对对对 是的 就像塞了一个塞口一样 比赛门桥是整个扶桥架设的 最后环节 也是最困难的环节 并且比赛口的间隙 与门桥的长度几乎相当 稍有偏差 就会造成门桥碰撞 导致架桥失败 这需要经验丰富的指挥员 与作业手密切合作 把握仅有几秒的连接时机 实现B3门桥的顺利连接 B3门桥能在规定时间内 比赛成功吗 报告局长 车队还有七分钟 到达丧桥地点 下面我们将进行 另一种复杂环境的干扰 还有干扰 是的 在实战情况下 架设浮桥的时候 可能会碰到各种恶劣的天气 今天在浮桥比赛的阶段 用烟雾来模拟大雾天气 再次增加了挑战难度 战士们能在车队到达前 完成浮桥搭建吗 我看了一下咱们这个烟雾太浓了 我现在已经看不到最后一艘浮桥了 7号门桥 下桥车阶引进 7号门桥 下桥车阶引进 7号门桥 7号门桥 不要高速了 中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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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中速引进 这就是模拟了我们实战过程中的硝烟弥嘛 我们可以看到战士们 现在似乎真的有解慢速度 因为能见度真的非常非常的低 是的 这正是对他们平时训练水平的一个最严峻的考验 报告局长 车队还有六分钟到达三桥地点 刚刚我们的视线范围内 本来我还能看见浮桥上的战士 现在我连浮桥上的战士都看不见了 好 第三门桥出现了 第三门桥在我眼前出现了 7号门桥 7号门桥 中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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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速引进 骗北亚了骗北亚了 骗北亚了我拿拐一点 对着 对着 下困re 下困re 大 一二一二 一二一二 一二 一二 一二一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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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開箭 走 像這魚之前的搭箭來說 我明顯能感覺到他們的速度有所減緩 但是這個農物增加的難度真的非常的大 這個眼好嗆嗓子 真的不僅是能見度的考驗 還有呼吸的考驗 對 好 好 現在比賽門橋的南側已經連接成功 報告旅長 車隊還有五分鐘 到達上角地點 做好比賽準備 比賽口 1米5 開始比賽 1米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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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次比賽 整個工程進行影響的話 那真的我的擔心可能就應驗了 1米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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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邊有一次的衛星 顶不倒 請你們加油 1米5 1米6 1米5 2米5 1米5 2米5 1米5 3米5 1米5 1米5 3米5 现在的时间是一分十五秒 报告队长 三号队一分六号造长 请求上桥 运速彻底 保持元素前进 18收到 站在向上桥地点 开进 我们现在要等待最后一颗绿色信号弹的升起 只有绿色信号弹升起说明我们的桥 比赛成功 科队 就在眼前了 马上就要上桥 现在信号弹还是没有升起来 报告队长 一百名预警 请求上桥 可不可以让我们的车队先停下来 我觉得他们还有机会 再给他们点时间 科队已经到了 马上到了 还没有成功吗 依依 我们依然没有看到成功的信号弹 车已经到了 马上到了 车已经到了 马上到了 快点了 再买松准车 升起来了 成功了 绿色信号弹升起来了 快点来了 comm 太美了 这个画面太完美了 在我听来 这个铁板装机的声音 真的是最美的声音 我们如果想象 对面是灾区的话 那现在二十辆 满载装备物资的军用卡车 正是带着希望 驶向长江的对岸 太漂亮了 这个场景 我真的很难想象 我们用了这么短的时间 就完成了这一状据 所有的战士们都 向车队行驶着注目里 正是这一份坚定 为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带来了最坚实的保护 虽然只是二十六分钟的挑战 但却是战士们 几十年如一日的 攻坚克难的训练 此时此刻每一个人 都为自己是这里面的一份子 而感到骄傲和自豪 你们辛苦了 今天我们用了二十六分钟时间 在一千一百米宽的 长江的江面上 架起一座钢铁浮桥 这不但创造了战士们 军旅生涯的最快成绩 同时他们也挑战了不可能 我们在长江上见证着奇迹 今天我们不光要为周桥吕的战士们点赛 我们也要为中国军人喝彩 好 最后一辆车已经驶路占潮了 通过了 我宣布挑战成功 全体官兵集合 快点 快点 坐车 好 走 一 二 天 一 二 天 一 二 天 第二 天 二 一 二 天 一 二 天 看你冠冕令的完兵 全自送 我宣布演练任务圆满完整 走 一 二 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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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项目绝对成为 《挑战不可能四季以来》 《史上之罪》 《当之无愧》 刚才的那番景象 真的是让我联想到了 一千多年前的赤壁之战 当然战争早已是过去的事情了 但是苏氏写下的江山如画 一时多少豪杰 用这句词来形容 周桥吕的战士们 还是非常的合适 周桥吕部队 可能大家不是特别了解 但是我可以告诉各位 在和平年代 周桥吕部队 可能也是出动次数比较多的 周桥吕部队 都是要保障这种救灾物资 随时畅通地能够运输 都是要保障人民群众 生命财产安全的 所以再次把掌声 送给这群了不起的战士们 此刻百科丽和依依 已经到达了周桥吕的营地 让我们也连线那里 小萨还有现场的观众朋友们 你们好 现在我们就是在 周桥吕营地的士兵广场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请 我们周桥吕的官兵们入场 他们几千人不法整齐划一 就像一道钢铁洪流 这次的挑战 我们所有的设置组的成员 看得是热血沸腾 但是我还是想问一下 您对于我们这次战士们的挑战 是否满意 这次实战演练 虽然困难重重 但我们周桥吕的官兵 还是接受着了考验 这次演练肉 不仅对我们来说 具有很强的实战意义 对于部分老兵来说 还有另外一层的特殊意义 因为这是他们在军女生涯中 最后一次参加实战演练 今天我们将在这里 为他们举办一场退伍仪式 请退伍老命入场 一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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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政委主持退伍仪式 我们旅 组建三十七年以来 一代又一代中桥兵 坚守在战斗岗位 行接着 千人一座桥 千人一条心的 团结协作精神 我们才能 一次次地 把不可能 变成了可能 今天 我们旅 又有一百多名战友 就要卸下军衔 退出现役了 让我们一起 来为他们送行 我宣布 向军旗致敬 向战位告别 推伍仪式 现在开始 全体都有 奏军歌 迎军旗 军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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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刘队代表 为退伍战友 卸军前 刀 刀 叶 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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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要退出战役 专门记住 到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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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李博士 谢谢您 我想我包括我们绝大多数的观众 都是第一次看到这样一个不可能的挑战 千人一座桥 千人一条心 我们周桥旅的战士可以说用这样一次千人的团结协作 再一次向我们展现了人民子弟兵 不畏艰难 勇往直前没有指令绝不退缩的钢铁意志 他们的身上有责任 有使命 我们多么希望他们能够来到今天的现场 来接受我们给予他们的最热烈的掌声 把他们送入我们的荣誉殿堂 但是他们有任务 但是我们相信他们每一次去奔赴任务的现场 他们每一次奔赴的战场 天地之间 江河之上 都是属于他们的最光荣的荣誉殿堂 再次向他们致敬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